大家好,主播侃侃有余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您确认,是否已订阅本频道,且打开小铃铛。 这样有任何新内容发表时,就可优先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台积电的迅猛掌势令投资者进退两难,由于多头头寸过于拥挤,多空双方都难以对该股建立新的压住。 随着分析师不断上调目标价,叠加销售额高于预期,台积电台北股价一跃创下新高。 强劲的股价涨势,进一步提高了台积电在主要指数中的权重,受单一股票持仓比例限制的区域基金经理却难以再提高配置。 由于短期内利空因素较少,市场参与者不得不另辟蹊径对该股建仓。 持有大量台积电股票的交易所交易基金,ETF,场外调期交易,以及为较为谨慎的投资者提供嵌入式对冲的结构性产品,成为目前被广泛使用的工具。 与此同时,尽管借贷成本依然低廉,流动性状况也良好,人工智慧领域的强劲势头却令空头望而却步。 Piperstone Group LTD的研究策略师Dillian Wu表示,投资者陷入了典型的结构性困境,看涨的信心无法转化为充分的仓位配置,而看跌的策略又受到基本面的制约。 台积电是人工智慧热潮的最大受益者之一,自2022年底ChatGPT发表以来,其股价已上涨于两倍。 该公司是辉达、苹果和Google等科技巨头的主要晶片制造商,1月中旬发表的业绩可能成为下一个催化季。 分析师指出,台积电将增加年度资本支出。 据Copway Fund Research研究,台积电在台北上市的股票被92.7%的主动型新兴市场基金持有,比例之高创下记录,平均持仓权重,最高达到9.5%。 该机构近期对355支共计管理5500亿美元资产的基金进行了调研,但这仍然不够。 台积电目前在MSCI新兴市场指数和MSCI亚太、除日本外指数等区域基准中所占权重,几乎达到12%,成为许多主动型新兴市场基金中最为低配的标的。 而这些基金许多设有10%的单一股票持仓上限。 Copway Fund Research的创办人Steven Holden表示,投资者在台积电跑赢大盘时面临被动风险,这也促使基金加大对SK海力士和SK Square等同行的增持力度。 根据公开资讯显示,晶片代工企业台积电的2奈米制程工艺已按既定计划于去年第四季度进入量产阶段。 这是该公司首次在量产制程中引入奈米片电晶体技术,相较前代工艺,电晶体密度显著提升,能效表现更优,有助于晶片整体效能的增强。 作为台积电长期以来的重要客户,苹果公司预计将率先采用该制程生产新一代行动处理器。 有消息称,在2奈米产线投产初期,苹果已预定超过一半的产能,其即将推出的A20系列晶片将全面转向这一先进工艺节点。 然而,随着效能提升而来的还有制造成本的明显上升。 由于2奈米工艺在研发和生产环节面临更高的技术门槛与更严苛的工艺要求,导致单位成本大幅增加。 据相关分析,采用该工艺的A20晶片单科成本预计将达到280美元,较上一代A19晶片增长近80%。 晶片成本的显著上涨可能对后续终端产品带来连锁影响。 若整机其他组件未能实现相应的成本优化,搭载A20晶片的新一代智慧型手机整体制造成本将随之抬升。 在此背景下,若厂商选择维持售价不变,将面临利润空间被压缩的风险。 若为平衡成本而上调终端价格,则可能抑制消费者购买意愿,进而影响产品销量。 尽管目前公开数据仅涉及A20标准版晶片的成本估算,尚未披露高效能版本A20 Pro的具体情况。 但基于后者在规格和效能上的进一步提升,其制造成本势必更高。 因此,计划搭载A20 Pro晶片的高阶机型也将在定价策略上承受更大压力。 根据WCF Tech报道,GAMD在CES2026披露了采用台积电2nm制程的EPYC VINIS处理器部分资讯之后, 近日,X平台用户HMS1193曝光了更多官方尚未公开的VINIS构架细节。 此前披露的资讯显示,VINIS CPU将基于2nm制程,拥有8个大型三六核心控制单元, CCD和两个IoDi,以及包含管理控制器的V型晶片。 AMD承诺,EPYC VINIS CPU的效能和效率将提升70%以上, 线程密度也将提高30%以上,记忆体频宽也将高达1.6T每秒。 该晶片还将推出标准的192和Zen6版本,包含16个CCD, 每个CCD包含12个Zen6核心,以及768M的L3快取记忆体。 而最新的爆料称,VINIS还有基于Zen6C核心的版本,最高也是256核心。 在设计上,AMD通过更高密度的运算精力CCD与全新的双IoDi构架, 试图同时应对高核心数与Ai伺服器对Io频宽快速提升的需求。 其中,每颗Zen6CCCD可容纳32颗核心,较前一代Zen5C的16核心设计,直接翻倍。 N2制程下面积为155平方毫米, AMD能在仅使用8颗CCD的情况下达成更高的256核心配置。 快取记忆体配置同样适升极重点。 每颗Zen6CCCD内置128ML3快取记忆体, 使整颗处理器的L3快取记忆体总容量高达1G。 这在多核心四伏器负载中, 这有助于降低对主记忆体的依赖与实验。 在制程工艺方面,负责运算的CCD采用台积电2奈米N2P制程, 以追求极致效能,而负责Io的IoDi则维持6nm制程。 值得注意的是,EpycVenus该采双IoDi构架, 两颗IoDi总面积达750平方毫米, 远超前代的单一IoDi设计。 这意味着记忆体PCIE与CXL扩充能力将大幅提升, 更有利于支援AI伺服器中GPU与高速网络设备的密集部署。 而所有这一切都仰赖台积电2奈米制程工艺的巨大贡献。 那么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库论有余。 最后请一点赞,订阅。 这对侃侃有余是极大的鼓励。 谢谢。